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报告有新增一例的境外移入的个案 台湾新增一例来自印尼的男性鱼工被确诊 不过没有新增本土确诊个案 从布桃发生院内群聚感染后 台湾连续10天没有本土个案 布桃危机落幕 即日起逐步恢复营运 那我们也希望他能够精速的恢复他原来的一个量能 布桃的士气看起来非常的高 那整体人员都对于就是说 开始要来回到这个医疗的第一线的前线来 士气都非常好 也充满了斗志 那么也看着也觉得很高兴 也非常的感人 陈时中表示布桃未来如何逐步复原 会全权交给徐永年院长进行行政工作 希望尽速恢复原来量能 而本土疫情获得控制 也让外界开始关注 228廉价的防疫作为会持续收紧或者放宽 高铁或一些交通工序里面 自由座跟饮食的放宽 我们现在跟交通部做最后的确认 那下礼拜都会公告 不过秋冬专案所规定的入境减负PCR 因性证明居家检疫一人一户 八大类场所戴口罩都会维持 而外国人重启入境的部分则在讨论中 另外关于桃园市长郑文灿透露 最快六月国产疫苗可以供应 陈时中表示这是一切顺利的情况 后续审查也有过与不过 但指挥中心乐观以对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坛环英林 台湾台北报道